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您走进张万年的传奇人生 张万年 山东龙口人 1944年 16岁的张万年参军入伍 成为郊东军区的一名小战士 那时郊东军区的司令是许世友 第二年 另一名16岁的小战士 也在郊东军区入伍 名叫池浩田 也就是说 郊东军区后来出了两位 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 中央军委为了争夺东北 从山东抽调大批主力部队 挺进东北 张万年就是其中一员 在东北野战军 张万年担任过台国中将吴克华手下 四组十二师的排长 担任排长期间 张万年打过多次应战 在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 张万年的三排被认命为突击牌 张万年在这次战斗中 腹部中弹 右脚有点烧伤 但当时只有19岁的张万年 硬是扛着伤痛继续指挥战斗 建国后 张万年继续南征北战 在广东剿匪 南鹏岛战斗 东山岛战斗 抗美援朝 队越自卫环击战的战场上 都有张万年的身影 张万年最值得称道的是 他的带队能力 张万年有一个著名的 四个知道一个跟上 即 班长队战士 第一个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 第二个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干什么 第三个是随时知道战士在想什么 第四个是随时知道战士需要什么 然后思想工作和管理要跟上去 张万年不像有的将领那样 只管发号施令 而是时刻都跟战士们站在一起 他的师长杨震曾说 他这个团长 你在机关里找不着他 要到连队去找 什么时候找到他 他都满身是泥 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1998年9月 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 应美国国防部长邀请 率团访美 在参观西点军校时 校长丹尼尔克里斯曼说 张将军 我们知道你 你爱兵如此 西点军校已严格著称 同时也强调爱兵 张万年说 你过奖了 带兵打仗 不爱兵不行 不爱兵就带不好兵 这样的军队也不可能有战斗力 古今中外 盖我们外 最后 校长请他谈一谈 一名优秀的军人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张万年对着台下 千余名西点军校的学生说 我是中国军人 你们是美国军人 虽然我们的使命不同 但作为军人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军人 必须具备两种品质 一种是对祖国的忠诚 一个军人 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为了祖国和人民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另一种品质就是勇敢 只有勇敢的战士 才能够称得上是 优秀的战士 这番话一出 台下顿时掌声如雷 2003年退休时 张万年总结自己的军旅生涯时 曾说 作为一个老兵 可以说 近60年的军队戎马生涯 今天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回首充满激情的岁月 我心中仍然充满豪情 在此 我还要用四句老话字免 上不溃党 下不溃兵 鞠躬尽瘤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退下来了 仍将终生努力践行 2015年1月14日 张万年将军于世长死 向年87岁 关于战争狂人希特勒之死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至于元首的死法 更是说法不一 什么引弹自尽 刻药自杀 然而 一些证据却暗示 希特勒不仅没有死在 摩林的地下室 反而暗闭成仓 逍遥返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注微信公众号 左右视频 回复元首 为您讲述